武神主宰,第5597章,安静的美男子,而在孟婆迅速追踪向秦晨等人之时,虚空中,秦晨身形不断飞略,他催动空间之星,所过之处所残留下的空间波动被他迅速镇压,不留下丝毫蛛丝马迹。 眨眼的功夫,一群人便是迅速离开了丰都城所在,朝着森罗岩域外区域暴略而去。 飞略中,幽冥大帝兴奋不已,面色朝红道,哈哈,秦晨小子,这次咱们侦探娘干得太漂亮了,那炎魔大帝当年在远古时代,也算是一个巨头人物,想不到被我等直接斩杀在此,哈哈,痛快,痛快。 幽冥大帝哈哈大笑,吞噬了大半炎魔大帝残魂的他,此行收获极其巨大,内心无比的兴奋。 本来以他四级大帝的见识和实力,是不应该如此大惊小怪的,但架不住秦晨计划稠密。 他已经可以想到,等十殿炎帝收到丰都城被灭,炎魔大帝陨落的消息后,会是怎样的一个表情了? 哼,让这十殿炎帝针对他黄泉山,看他以后还敢离开自己的老巢部。 秦晨闻言看了眼幽冥大帝,淡淡道,幽冥,你好歹也是曾经的四级大帝之一,咱们不过是斩杀一个炎魔大帝而已,用得着这么兴奋。 不过斩杀了炎魔大帝而已,幽冥大帝眼珠子一瞪,秦晨小子,你知道什么?那炎魔大帝当年和孟婆,十殿炎帝可是冥界三巨头之一,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。 更何况,他还是十殿炎帝的麾下。 以本座当年的实力,虽然可以将其斩杀,但也不可能真动手。 你不知道他的陨落,会在冥界造成多大波动吗? 幽冥大帝连连摇头,这秦晨,实在太天真,还太难。 哼哼,什么老怪物?秦晨冷笑一声,还不是说杀就杀了。 秦晨说着,拍了拍幽冥大帝的肩膀,你啊,眼睛还是太低,也对,毕竟高位做惯了,习惯了平和。 本少爷总算知道,你当年为什么会陨落了,锐气全无啊。 舍得一身寡,才能把皇帝拉下马,魔力你说是吧。 说到这,秦晨当即转头笑着看向魔力,魔力眼皮子一跳。 妈的,这秦晨什么意思啊? 脸上却是不动声色,连点头道,秦晨你说得对,咱们做人呢,没实力没关系,眼界的高。 若是连梦想都没有,和闲鱼什么分别。 做鬼应该也一样,不然空有实力,怕也只是个草包。 幽冥大帝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,忍不住看向魔力。 妈的,你骂谁是草包呢? 我又没说是你。 魔力咒没到。 你小子,刚突破大帝就这么嚣张。 你可知道,像你这样的货色,换作在以前,本作怕是分分钟就灭了。 魔力笑了笑,你都说是在以前了。 你,幽冥大帝气斗朗。 好了。 秦晨出声,抬手阻止了两人的争辩,他皱眉感知了一下身后虚空,加快速度,小心飞略,似是在沉思着什么。 幽冥大帝和魔力对视一眼,都是冷哼一声,不再言语了。 感知到双方尴尬的气氛,十妹大帝不由主动开口道。 主人,咱们现在去什么地方? 这还用问。 幽冥大帝直接插嘴兴奋道,咱们现在有两个选择。 第一,是回永杰涅海隐藏起来,专心炼化那研磨大帝,等我等的实力都有所提升之后,再想办法回黄泉山,躲过这次的风暴。 要么,是找别的地方躲起来。 不过,如今整个冥界中能躲过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搜寻的地方并不多,唯有几个禁地秘境,才有那么一丝可能。 幽冥大帝果断道,不过本座个人建议是回永杰涅海,所谓最危险的地方,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 那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肯定不会想到我们会再度回去。 幽冥大帝神色傲然,极其自信。 使妹大帝和太阴明女都是点点头,他们这次收获巨大,只是还未好好消化。 若是回永杰涅海闭关一些时日,必然能提升更多。 魔力你觉得呢? 秦晨看了眼不说话的魔力。 魔力? 妈的,为什么老是提我? 被秦晨目光盯着,魔力只能沉生道, 咱们现在不管去什么地方,都不能回永杰涅海。 为何? 使妹大帝几人都是疑惑看过来。 幽冥大帝则是眼神不屑看着魔力,似乎在说,你小子懂什么? 秦晨却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 看到秦晨嘴角的笑,魔力顿时眼皮子再度狂跳。 看了眼几人,沉生道,我们先前刚灭了阎魔大帝,你们就能肯定,我们的行踪没被人盯上。 一旦真被人盯着,若是回永杰涅海,那才是灾难,等于是萤火烧身。 可笑,如今十殿炎帝和五岳明帝都在前往黄泉山,这冥界,有谁能盯住我们? 幽冥大帝神色不屑。 魔力瞥了他一眼没理会,只是摇头道,不管有没人盯着,我们都不能冒这个险,否则我们暴露了没关系。 若是让秦晨的女人暴露,那才是真正的危险,功亏一篑。 魔力肯定道,幽冥大帝冷笑一声,秦晨小子,你别听这家伙胡扯。 幽冥,我现在总算知道,你当年之所以会陨落,着实不冤。 不等幽冥大帝把话说完,秦晨当场将其打断。 幽冥一正,什么意思?回头你就知道了,秦晨没有正面回答。 只是看了眼魔力,目光一闪。 这魔力,能活到现在,果然不只是运气。 哼。 下一刻,秦晨加快速度,瞬间朝着某个方向暴略而去。 这个方向,不是永结涅海的方向啊。 这是。 飞略许久之后,感知到秦晨飞略的方位之后,幽冥大帝顿时眼珠子一瞪。 妈的。 秦晨非但没回永结涅海,也没有去黄泉山的方向,居然是朝着五月明帝的领地方向,飞略而去。 秦晨小子,这不是五月明帝的领帝吗? 幽冥大帝顿时焦急道, 我等灭了颜魔大帝,石殿炎帝肯定会得得到消息,必然会第一时间赶回。 我们现在去五月明帝的领帝,这不是送死是什么? 如果回头正巧遇到五月明帝归来,那怕是想走都走不掉了。 幽冥大帝顿时心急如焚。 哪有这样的?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? 你乖乖跟着就行了。 秦晨瞥了眼幽冥大帝,都懒得解释。 你看魔力就没说什么。 幽冥大帝。 一旁,魔力眼皮子狂跳,已然明白了秦晨的用意。 妈的,这秦魔头,果然阴毒, 哼,简直太狠了。 哼。 片刻后,秦晨已然进入到了五月明帝的领帝之中。 灰红的天地间,一道道浓郁的规则气息流转, 相比石殿炎帝的森罗炎玉, 五月明帝的领帝中的气息要更加正一些, 灰红霸道。 魔力,黑莲, 你们感知下, 这五月明帝的领帝中, 哪里有深渊一脉的气息? 悬浮虚空, 秦晨冷声吩咐。 他施展造物之眼, 凝视向五月明帝领帝。 五月明帝既然和深渊一族有勾结, 那么他的领帝中, 定然有蛛丝马迹, 甚至有连通深渊一族的通道。 是! 魔力和太阴明女当即飞绿而出, 仔细感知前方。 哄! 两股特殊的深渊之力, 从两人身体中缓缓释放而出, 对五月明帝的领帝进行旺气。 片刻后, 太阴明女脸色难看地摇了摇头, 大人, 感知不出来。 虽然同为深渊一族, 但在毫无基础的情况, 就这么通过旺气, 感知别的深渊气息, 并非一见意识。 不然, 他隐藏在太阴明女体内那么多年, 也不会一直没被太阳明女和五月明帝发现了。 秦晨不说话, 只是看着魔力。 魔力体内, 一股特殊的深渊气息涌动, 他的瞳孔已然变成一片漆黑, 片刻后, 忽然他目光一凝, 豁然看向遥远天境某处。 秦晨, 在那个方向, 似乎有股极其细微的深渊气息。 魔力突然到, 那个地方。 走! 秦晨看了一眼, 根本没有犹豫, 当即朝着那个方向暴力而去。 这也行。 幽冥大帝将信将疑, 迅速跟上。 旺气感知同族气息, 怎么这么不靠谱呢? 而就在秦晨一行人, 迅速离开后没多久。 在秦晨几人消失的地方, 一道沟楼的身形, 骤然出现在了这里。 这些家伙, 进入到了五月明帝的领地中。 来鬼手持一口碗, 凝视秦晨等人离去的所在, 脸色顿时变得无比难看。 正是孟婆, 走。 愁愁了一下, 孟婆一咬牙, 没有过多犹豫, 当即沿着秦晨几人消失的所在, 跟了上去。 前方虚空中, 秦晨突然扭头看了眼后方,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 魔力眼皮一跳。 主人, 你一直看后面做什么? 难道有人, 在跟着我们? 石眉大帝忍不住道, 就算是他也感觉到了不对劲, 从丰都城出来后, 秦晨已经看了不少次后面了。 秦晨对魔力道, 你说吧, 众人纷纷看向魔力。 魔力? 妈的, 我只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子, 这秦晨老提我做什么?